在看到市场方面 全球不确定的因素叠加 导致航运业呈现了一个高低起伏 那么同样起伏的还有美股的表现 究竟市场现在到底是怎么了 另外中国的内需复苏 会如何来影响大家的投资思路呢 下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 马上来连线东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博光先生 三里早上好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大宗商品方面 我们看到铁矿石的价格是回升超过了30% 另外也有部分的大宗商品需求预期上升 但是也看到BDI指数回落至了 2020年6月的一个水平了 这个一高一低跌加到去年 看到航运公司的高获利与低市盈率 您觉得这是否是意味着 航运业的投资机会就要来了呢 而且这个全球库存的水位 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低位了 好的我想从美元指数的一个回落 铁矿石的价格攀升超过30% 那么尤其在中国制造业景气回升 进口以及采购量 原材料价格指数的一种上行 包括从商品整个需求的一种改善 而且从贵金属铜等等的一些价格是上行 也引领其他的一些商品类的一些价格 试图做一个跟进的作用 而催生的低库存水位的一种强谱的情况 那么这样一种风景 我们结合整个波罗的海指数 以及中国出口集中箱的指数 其实它是双双回落的 那么回落的幅度呢 也有22.4%跟3.41%左右 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一些 那么经济体它是属于一种紧缩的 还是没有结束的 而且家庭的影响性 对于消费以及投资需求的一些动能 其实都有所影响 那么尤其美国这个大的消费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12月的时候 消费者信贷呢 其实它是较前置下行的50%左右 也存在了不管是从生产因素也好 影响了整个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从库存来看的话 其实去年12月 美国的一个批发商的一种库存呢 其实环比还是增长了0.1% 它是属于一种价格下行 但是呢数量上涨的一种情况 那如果我们再结合了 1月的采购经营人指数 那么这种被动去库的现象 高库存这种堆积跟弱需求 我相信未来补库的一些需求 这种暂停呢 会形成一种去库的开始 那么可预见的就是商品后 一些减款的一种 可见的一种现象 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在于 运价的部分 其实运价我们可以回忆在 21年以及在于22年 那整个那个不管高运价 对于贸易量运力的一种情况 那么从劳动力的缺失 以及供需一种失衡 那么目前呢 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全球的 集装箱塞口度呢 都是低于均值 所以航运的价格上行空间 还是属于一种质疑的现象 所以说呢 对于投资者应该要关注 整个库存周期 那么对贸易的有影响 那我给回忆过去这种投资策略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业 其实它存在一种买在高市盈利 以及卖在低市盈利 这种逻辑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当前的低市盈利 结合外围的情况 不是很良好 所以说呢 对于这样的一种观察 基本上呢 还是要谨慎保守唯一 那我们再看到 多位的美联储官员呢 都是再度地释放了鹰派信号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悄然回升 美国是再上演了过山车的行情 而市场到底是怎么了 伴随着消息的不断地发酵呢 投资者应该从何处来寻找 自己的投资方向呢 好的 我想从整个一个通胀总量的回落 那么市场定价 都是在于停止加息的一种时间开始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月的 非农就业的数据 其实是超过预期的 也包括薪资的工资成本呢 那么都是属于一种上升 也成为一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它整个的一个通胀年薪的所在 但是从联邦利率基金期货里面 看得到的峰值 大概是5.13%左右 那么接近50个加息的基点的幅度 那么这也预告了 整个下半年的一个利率峰值呢 那么还要再前进一部分 但是前进一部分 或者是停止 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可以从加息到 融资成本的一些上升 去带动整个 不管是从利息支出的增加 以及面对了整个美国的 不管是债务上限 已经达到了3.14万亿的 一个上限的部分 我想负息以及财政呢 这两个账户里面的存款 只剩下500亿元左右 但有对比 其实潜在的风行上升 当然债务的上限 它可以无限制的提高 那么对于美国财政部呢 它也提出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包括延迟兑付的一些情况 到6月才会去做买单 而且从整个23年 它的一些财政预算支出 它也是较去年增长的7% 那么从不管是从赤字的益存度也好 如何获取财政的更多的一些收入 以及债务上限的放宽 这三者之间就在美国呢 它主要观察了一个要素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加息幅度放缓 但是整个缩表还在进行 也推动了10年期公债的收益率去上涨 但是从美联储的一种量化紧缩呢 对整个一个财务上限的一些影响 其实它会形成一种 美联储在缩 但是财政部在要钱这种 左手缩右手放的现象 那么美元指数呢 就会回归了一种本土宽松的情形 那么若是按照财政部六月去延期支付 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或许在支付完毕之后 那么财政部不再跟美联储伸手 那么就变成美联储紧缩的一个态度 应该会落在第二季末到第三季 整整的一些情况 所以说尤其是依赖整个外部融资的 一个美国以及美元的部分 那么当它的实际利率转正的时候 其实对于自身收缩的力量 它已经不再是限制 反而会增加整个海外的美元 再回流到整个美国的一种现象 那么融资成本将影响经济 那么再传导到整个消费 以及对于投资意愿的一些不足 我想回购征税的一些不确定性的话 其实对于企业的一些获利能力 以及对于财报的影响性 都会去影响美国的一些价值的部分 所以说目前美股的配置意义 其实是属于降低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美元那么转强 它会对于整个外汇 以及对于外贸还有商品 甚至于流动性这么波动 而成为整个一个市场观点 一个重要的一个风向标 那我们再看回到中国方面好了 我们看到1月中国CPI是环比转涨 而且通胀表现温和和经济动能 不断聚集 再叠加到各省份市 开启了一个经济赛跑 多地是密集来推动 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那么面对现在当下一个 内需提振的背景啊 投资者应该来关注一些什么 就将如何来影响到 后世的投资思路呢 从中国1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 是属于一种转涨的现象 当然其中的话 就是升租价格是下行的 那么这种下行的状况 其实当然就是跟年节的一些需求 还有中央启动这些搜除的 当然是一种相关 但是要启动搜除 那我们还是要看到整个一个 那么从繁衍的一些情况来看 那我想从去年5月开始 这种繁衍的数量回升 但是小株还是有生长期嘛 那么如果生长期 8到9个月10个月 那么相信在今年的1、2、3月的话 其他供应还是属于一种增加的现象 那么我们可以从核心消费 人物价指数 它的环比是上涨的0.3% 当然这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什么春节 对于消费一种增量的一种价格上涨 以及包括服务类的一些价格上涨 但是对于整个的一个 深圳人物价指数呢 它是属于一种下行一种 还是属于一种负的一种区间的话 那么就变成整个利润端的 其他促进会往这种企业利润 往的中下游及下沉的部分 越来越去趋近 那我们可以从 不管是随着各省 以及各地去召开 两会里的既定目标 那么也包括各地出台 一些重大的项目 其实从1月份的涉容的里面 政府的债券新增的数量 有4000亿元来看的话 其实地方在发行的情况 还是比较皮钱的 那么当然预计这一些的 对于基建的帮助 还是属于一种高增长的现象 那么更重要就是 企业的一个中央级贷款 那么较去年同期是多增了 1.4万亿部分 那么可以看得到 对于整个的一个信贷 以及这种结构的优化 以及信心的提升 都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说基建 以及制造业的一些支撑 作为投资端的一些稳定处 那么后续除了工程之外 我们当然就要去观察 地产的一些变化 毕竟它是逢关稳定器的一种情形 那么从MLF 那么还会有下行的一种 空间的可行性 那么也包括了一些 商品通商去促销费 我想这些购房的需求 以及购房的需求 以及钢性的需求 那么将会做一个提振 作为观察的目标 所以说对于整个经济也好 以及消费的一些改善 以及通胀这三者之间 我想从居民可支配 所得的一个上限 那么目前还是会抑制这个价钱 但是如果当价格上行 我想对于信贷的增量 还是会触消费一种增长 那么对于整个投资者 要要从这样的方向去探许 好的 非常感谢桑尼亚博光先生 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